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如何绑一个高效的陈底雕主 那么陈底雕主呢,是在北美我们日常的钓鱼当中 无论你是海边钓海炉,还是在普通的我们的河里面去钓黄白炉啊,小嘴啊 那么在陈底搜索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雕主 那么今天我介绍常用的最简单的,如何做陈底雕主的方法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最常规的这个陈底雕主 那么在英文里面叫HiloRig的一个基本的setup的过程 那么通常我们会在陈底雕主会有一个迁缀的部分 那么作为迁缀的部分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这是我准备的一个尼龙线 我们打个圈,然后我们这样绕过来 一到两圈都行啊,我通常就打两圈就行了 打两圈 拉紧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底部的环 这个,我们可以把围绍剪掉 那么这个环,那我们通常的处理 比如陈底的,我们通常的陈底的迁缀 在北美常见的都是带圆环的 那么很容易操作的,我们只要穿过这个孔 看 转个方向 套一圈 拉直 那我们就把线罪挂上去了 这是Hairuric的底部 那我先把它拿下来 那很简单,我们推起来也是这样一推就OK 那么我们做第一个子线的部分 那么我们把我这边用尼龙线来演示一下 别的线都一样 那么你看到的,我会在我的左手并拢的情况下 我再会一圈,两圈,三圈这样的 多让一点出来 这个位置呢,反正根据自己的调的深度来决定 那么你需要做的是抓住第一和第三 两个交叉以后 再交叉 这样反复的四圈或者六圈都行 我这边就四圈 那么中间会有一个一合三九合成的交叉 我们把二从中间拉出来 看到没,拉出来 当然你可以用嘴巴帮助一下 然后手拖出来 拉住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第一个loop 这个第一个直线的一个环 就这么简单 OK,我们再做第二个 通常我们做层底调筑 一般是做两个直线就够了 OK,直线就行了 那么一样,左手并拢 一圈,两圈,三圈 好,那我们现在拿一、三 这个环绕 一、二、三、四 然后出中间 把这个抽出来 然后把手放出来 用嘴巴放退后一下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两种直线的串钩 然后把 上面 今天的机灵 我们剪下来 这样一个 我们中间就有两组的 这个T字形的 这个串钩 那么我们 底部配上 天缀 我们在 顶部 我们用一个 Union nut 就是通用结 我们随便 加一个连接环 八支环都可以 一般我转六圈 收紧 收紧 那么常规的这样的 那么侧面 我们在这些位置 我们要加上 那么 这个通常 比如说我们去吊 白炉的话 那么穿过它的孔 那么一样 穿过以后 我们转个两圈 里面去钩 收紧 然后团案的道理 我们在另外一个 纸线上面 转一个钩 转个两圈 那么一个 基本的这个 我认为是最简单的 一个打这个 层底钓组的方式 就是这样 那么对于新手来讲 你可以在家里面 把这个setup 准备好 那么可以高速的 在 吊点 能够快速的 配合你的鱼杆 开始吹钓 那么今天 关于 陈底钓组的 最简单的方法 介绍就到这里 希望你有收获 如果你喜欢 这些分享 请 持续 关注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谢谢收看